親愛的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億萬大贏家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黃世民 為你做現場 那麼今天這個開了一個 一點高的壓力盤 那麼一高壓力盤以後 震盪左低到10點以後 開始三波段的拉抬 那麼因為今天是MSCI 11月30號的調整 也是收夜限 那麼在尾盤的時候 會田坤大挪移爆大量 MSCI在亞洲是調降平等 調降這個乘數了 所以最主要是調降2330 台積電 台積電它今天是估計是調降0.2個百分點 那這種情況的話尾盤就會見真帳 但是尾盤有其他個股會拉扯 譬如說內陸MSCI的3661 今天就緩彈了 今天就緩彈了 有沒有 我是跟大家講說 這個時候是盤整隔疾 尾盤就會打下來 因為外資都沒有什麼跑 最近有調節一下 它就是在這邊盤整 這是台灣的股王 所以它會影響到整個台股 往上攻的力道 譬如說像今天來講 曾經跌破五日線 迅速拉台上去 今天再回撤五日線 在五日線是17306點得到支撐 因為這裡假如跌破就比較不好 結果沒有 它就到這邊盤整 當這一個長榮的時候 我就跟你講這是盤整格局 現在已經1 2 3 4 5 6 7 盤整第進入第七天了 明天是第八天 明天依現在來看美國股市 今天晚上的小道雄是漲的 美國股市不容易跌 因為整個消息面來講 都不會說太差 那升息也接近了尾聲 但是台股今天為什麼會開了一點高以後 迅速下降 就是因為外資做了空 外資在期貨市場4478口 昨天晚上回撲了1800多口 大概還有2000多口 它利用今天往下打的過程裡面 把空單回撲 回撲完以後做直接拉台 那這個盤整格局 合理說量應該會很小 現在已經250億了 表示已經有人在開始在動作 那外資在現貨市場買98.93億 還是買黃 但是這裡是屬於輪動的 列股輪動快速 整個期勢還是向上 怎麼講期勢向上 五日線上上 月線向上 半年線季線全部向上 年線也向上 只不過季線要翻過半年線 這個整個多頭式架構才會完成 那這個中間就要等這個季線慢慢上來 因為季線現在在扣底的組織 相對的在三個月前 大概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它會一直歡揚 歡揚 歡揚上去 所以整個行情還是類股輪動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輪動到哪裡 今天輪動很明顯 這裡就到電汽車概念股跟金融股 跟觀光旅遊這三個 來撐這個大盤 十平股也有 水泥也有 那麼水泥撐大盤比較沒有什麼作用 水泥股是台泥 台泥這個因為有很多利多在促進 但是外資還是站在賣荒 外資還是站在賣荒 所以這空間非常的有限 那我們來看今天 基本上今天這個 漲停板的也很多加速 可是這些股票大概都是 屬於小型股基多 其中有所謂的這個 這個是美其碼 然後有一些股票是電動車概念股 包括強茂 這些股票在漲 這些是補漲股 所以補漲股盡量不要去追 因為你要買得等它漲 反而補漲上來的時候要賣 現在可能市場上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最近在講的都是大中 這個都是 像原相我們昨天 昨天大漲今天也回檔 所以你不要去追 我們像我們做長期的時候沒有關係 有些股票就漲多了它就會容易拉回 漲多的很容易拉回 所以大家要注意不要去追股票 下來慢慢買 OTC還是領頭養直系的向上做攻堅 而且創業我1700我都出了 3443嘛 我1700我都會出啦 那3661 我跟你講3225都出掉了嘛 我是在把高價股先做賣出的動作 換到比較中低價位的股票 但是這一次中低價位的股票 也不容易漲 也不容易漲 這一次最漲的最多的就是2313 這個算是長線在操作 今天開始回檔 滑通 我48塊買告訴你到現在 在這邊也是熬很久 那AR鏡頭到53塊半台開始大較勁 所以這一波上來 再來就2329今天爆大量 今天爆大量爆天量 這個應該是天量 爆天量在高檔震盪 外資聯繫買了三天 大量總是不好啦 大量總是不少 那現在這個問題就是說 你長線的操作的股票可以先不賣 比如說蓮花科 這個長線2454 它今天也沒有漲 這個都不用賣 這個都不用賣 這個反正慢慢等 1000塊應該會來啦 應該沒有道理不會來 其實我710塊公開在跟大家講到這一堂股票 環球經也是11月份 我們跟大家公開講的6488 這個也是躲多頭啊 對不對 那躲多頭不是說 它像這種股票是一天拉了以後 它就會停頓嘛 它創新高嘛 短期內新高全部創 再慢慢地形成多頭排列 外資投信最近也有買不少 那這種股票就是因為它有業績 它業績還是真的相當的好 每一個月每一季幾乎賺11塊 11塊12塊 去年它從去年的第三季開始就恢復正常 11 13 11 12 唯一的缺點是什麼 它的毛利率有一點下降 從42到36 這個是缺點 那獲利每股的存益也是下降 表示它在分單的折就費用很高 所以它為什麼沒有辦法賺35塊也是很多 年華哥254 也是賺254 也是賺11塊嘛 它是最近才賺11塊 那年華哥的毛利率差不多還OK啦 還OK 差不多 所以它毛利率沒有大漲嘛 所以它比較不會大漲 像這種就是長線的股票拉回找買點 它是去年沒有什麼漲過的 就是64 88 今年跟去年幾乎都沒有什麼大漲過 當初在900塊的時候 因為它要收購德國一家這個矽精延廠 結果 結果呢 沒有收購成 所以大跌 大跌這一波 最近它的子公司表現還不錯 包括紅捷科 包括中美金5483 都表現都還不錯 也慢慢的上來了 這就是2024年要漲的股票 你們現在可以開始 我很早就不及了 因為我對環球經很了解 他太太太接棒以後相當的不錯 他現在所面臨的問題就是折舊費用比較高 因為他一直在吸收很多公司嘛 所以你看這一次的紅捷科長 紅捷科是因為未來WiFi 7的關係 那顏相這個也是很不適鬼 昨天拉到3227今天就打下來 這這不適貴的 這不意思 因為昨天外資稍微賣一點點 這個還會再上進沒有關係 所以高檔以後 他在緩含的過程裡面不要去追高 我們從低檔慢慢買下來的 長線我們是不會隨便跑掉啦 這個是不會賣的 原相我是不會隨便賣的 我買了三次嘛 不會是隨便賣 這就是長線操作的股票 那另外呢 立端 立端我就開始出了 115.5開始出 6245 我就開始出了 差不多也在這邊頓跌了嘛 所以基本上我今天 在拉高的過程裡面 117左右 我就通知我的會員 乃只有這個立端的投資朋友 就先調節一下 今天我為什麼會比較站在賣望 因為今天開了這個盤啊 叫做一高壓力盤 漲多的股票不要追 漲多的股票還手要賣 還手要賣 而且這一波最可憐的是268 這一波最可憐的是這一些股票 當然今天也有漲上來了 四星KY當然有漲 技嘉 最可能是技嘉 然後再來 這個廣達 這幾乎沒有什麼漲 廣達你看 2382 我有會員參加我的會員 我就告訴他 這個廣達 你先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 我再220叫他賣掉 然後去買立端 去買其他的股票 你看他就漲不動了 你看外資遠路一直賣一直賣 從哪邊出現了問題 一到長紅就要賣 這個股票就變成 他這個整理的時間 恐怕至少需要半年以上 半年以上 現在已經5個月了 從7月開始 8、9、10、11、12 半年以上 就好像你們買長紅一樣 你看他整理多久了 長紅在這個地方創性高 我記得是230幾塊 我就賣在這裡了 沿路的 後來我都很少買這種股票 這裡再辦簡直完蛋了 這種股票就漲不動了 對不對 你看2309 2609 2609 陽明更慘 你記不記得很多人 現金增值買190的 很可憐啊 232615 看 指數漲了那麼多 還在跌 為什麼 這個市場上的這些行矮王 都死了 沒有賣的人 也不想賣了 所以股票在我感覺當中 買錯股票一定要處理 你不要把它當作說 我反正有一天等它 它一定會漲 其實錯了 這一波 這一波 這一波其實像這個3231 這個也是一樣啊 你假如看那個 藏龍 的那個 你就回來回頭來看這個 你就知道 它需要很長很長很長時間的整理 即便 也不一點 上了500塊 也沒有用 為什麼 籌碼面出現問題 籌碼面出現問題 我這一支股票 有來參加我的會員 我叫它101塊 要賣掉 我記得是在這個時候 111塊 要賣掉 這個時候我叫它賣掉 譚老師你這個怎麼會賣掉 叫人家賣掉 我說它上去的壓力很大 你一定要把它賣掉 像我最近在做華臺 聯繫兩支帳天板 COVID 華臺 這種股票我老早以前就做過了 它的股性也相當不好 這一次漲了很多股票的股性不太好 像那個2329 它今天報這個天亮 報天亮 你說要買要賣 這個都沒有辦法 我今天有賣 我今天賣一半 這個細胞 這是我單股肺炎的 這個細胞 49到現在 來 我今天有小賣一下 我拿給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做一個調節的動作 為什麼我要做調節的動作 我拿資料給你看 你就知道 11點07分的時候 它拉高的時候 我去賣 我49到現在賣一下 根據我的AI金頭腦 60塊到了 60塊是第一次的賣點 再來是66塊 所以我這裡60塊會先做 以上會做調節的動作 11點07分 這是60塊多 下殺到盤下 再往上衝 就要先出 因為它今天報了一個天亮 不管這個天亮 是換手量 或者是這個 主力出貨量 高檔報大量 先站在賣房 市價賣出一部分 成交大概在60塊7毛左右 這就是我股票的操作方法 老師你不是看好它嗎 長線多好 有的股票漲多也是要賣 華同也一樣 這一次53塊半 開始叫買進了 其實在我的軟體裡面 已經開始進入滿足點會到了 2313 可是還沒有什麼跑 那今天的這兩個現象 就是短期內 我喜歡做的股票 都呈現不漲的現象 那你說 我為什麼要先賣一下 因為 我始終認為說 MSCI的調整在尾盤 會乾坤納納贏 當別人貪婪的時候你要拱 指數在這邊震盪 接近17400點 這裡 即便這裡要下來也要做頭 也會像類似這樣子的 也不會那麼一下就下來 法輪買這麼多 然後又要嫌疾了 但是資金是我們自己的 有些股票漲多 要跪出奴混土 等它下來的賤起奴出億 像這一次16000點出億下來了 我們就下來才來買 一樣道理 所以我們16000點大量的進場 直到這一根 高檔出現長紅黑線 這個不能追 而且它只有17421 警察全波的高點只有 只有幾點 還不到50點 其他的就開始要給別人家賺了 所以他殺下來 剛好有疫情 剛好有疫情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今天 我們可以看到 大型股大概都不會漲 都沒有什麼漲 那今天都是小型股在漲 小型股漲翻天 全部小 這個是名不正經團的股票在漲翻天 可是相對的很多股票也是跌很多 再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一樣 一樣 也都是小型股在漲 中型股以上都呈現一個下跌的現象 像最近有金像光 成員漲多的都拉回 信捷 這個也是大家很喜歡的 信捷 這個也是拉回 但是這個拉回就是在這邊做頭而已 還不會馬上就掛掉了 信捷我們可以看到 這些股票都屬於比較投機 境外通家 這個也是投機 這個都開始 在開始已經在剛才我手講的現象出現了 像這個一樣 我跟你講說500塊錢以上要佔賣荒 有沒有 這個一樣的佔賣荒 反彈就是逃命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很多股票今天呈現一個 跟大盤不太對稱的現象 這個情況我已經賣掉了 情況 在高檔出現我已經出現了 已經全部把它獲利出場 法蘭還沒有賣 那它在這邊在大整 你一定要有利多來促使它下一段的 才有辦法 這個再上漲 不然的話很容易 很多股票會拉回 所以現在你不要看指數漲 很多股票不漲 像我曾經做過的2201 這檔好股票 益龍 益龍城開了以後 出現了很多問題 我是賣在相對高檔 很多人也有這張股票 益龍城開了以後 在新店那邊堵車堵得很兇 它本來是要蓋房子 要賣給做住宅的 後來改成百貨公司 所以我們對股票的這個前瞻性要了解 我很早看不對我就賣掉了 賣掉也是賣到相對的高點 88塊錢以上 很多人套在這一張股票 我們內行人看門道 外行人看熱鬧 歡迎你加入我們Linead 小老鼠YES168 貴出奴混土見起奴住 這是引出這個史記的貨值篇裡面 這是陶朱公所講的一句話 史記貨值篇就是在講陶朱公 就是以前在春秋戰國的吾國 在吾越春秋的時候 然後換笛就是陶朱公 他就講的是貴出奴混土見起奴住 他三次發財 三次善盡家財 照背的地方又要發財 叫做低買高賣 他很厲害很會賺錢 所以很多做生意的人 就拜他為陶朱公 陶朱公就是他的祖師爺 我想任何東西都有脈絡可行 股票要漲 要大漲都有現象 台股現在很明顯 需要美國的推升才有辦法漲 今天能夠佔五一萬七千點四百點 就相當不錯了 就不錯了 今天晚上美股大漲的話 那就有機會明天突破 因為MS世界還剛好調整 很多股票在今天會上下震盪 非常的嚴重 那你要先 有些股票你要先避開 不要利多出來才去搶 這個都太慢了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謝謝各位 面面俱到的選股策略 摩爾堅持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名文俠爾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歡迎來電 0223946168 23946168 摩爾堅持用心選股 全球經濟脈動到總體經濟 從大盤技術面 基本面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股策略 摩爾堅持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名文俠爾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歡迎來電 0223946168 239461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名師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動乾坤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現在每一檔股票的時工位階不同 大盤油空換多 各股的量價籌碼消息面影響整個行情非常的大 買股要買強要買領頭羊 這是我跟大家講的領先上漲領先創新高的股票 最近已經第二波了 第一波就是四星Ki創新高 我們出掉 創新高我們出掉 第一波我們做這個動作 第二波有上來的我們入息的做出掉的動作 再來就是第三波 不管明天今天晚上美股市上漲 今天晚上美股的上漲機率很高 明天假如一開盤最高的上 你就要小心一點 很多股票會做成它出貨的這個現象會出現 跟一個有執戰經驗的老師來參有潛力的股票 我一步一腳印地做 我們穩扎穩打地做 我們有自動停損機制 所以像AI那種我們不會套牢到 不可能套牢到 因為我有經驗 像航海王很多人死在那邊 我全部出光光 一樣AI我全部出光光 我能夠創造這麼好的績效 該出的我都會出 我信守貴出奴混土的一個原則 我認為這個是對的 所以我高檔反而會跟別人不一樣的看法 這就是我能夠全身而退的關係 文業148塊賣掉 到現在又怎麼樣 3036 117差三成 前代投資朋友 這就是股票的道理 股票沒有什麼道理 就是低買高賣 什麼叫做低什麼叫做高 天曉得 真的是天曉得 有些莫名信要漲很多 根本沒有業績 那這種將來會跌死 一定的 相信我的話 未來是美好的 歡迎你加入我們第四季感恩回歸 年終歲末歡樂大方送 買一送三 不僅給你一次才教你教育 我有錄影的教學 再來就是抠訊 再來你假如喜歡我的AI金頭腦 就送給你 免費送給你 讓你真正能夠享受到 什麼地方找標股 這裡多得很 找標股自己找就好了 我們祝大家今天操作順利 明天賺更多 謝謝各位 再見 拜拜 拜拜 全盛平估並自負投資風險